在炼具人里诞生于地狱 拥有超长力量的怪物被称为恶魔 每种恶魔的能力和特性都有着巨大的差别 据说恶魔在地狱里死亡后就会转生来到人间 名字越是恐怖的恶魔力量就越是强大 另外当恶魔走投无路时 就会进入人类的尸体成为魔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半人半魔的存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炼具人全恶魔考察 炼具恶魔波奇塔是头上长着炼具 有着拉环尾巴的可爱狗狗 性格温顺总是会发出汪汪声 在重伤冰死时遇到了电质 电质以用他的血质伤为条件 使其成为了契约恶魔 也是电质唯一可以倾诉的朋友 波奇塔十分喜欢电质 经常被电质抱在怀中睡觉 不过好景不长 在一次任务中两人双双遇难 波奇塔为了拯救电质 成为了他的新心脏 电质从此变成了炼具人 其实在人间看上去毫无侵略性的波奇塔 在地狱里可是超强实力的大恶魔 被他吃掉的恶魔将会彻底消失 因此被众多恶魔所恐惧 但这样在地狱里横行霸道的恶魔 却以狗狗的姿态回到了人间 炼具人身体异常强壮 拉下胸前的拉环就能变成炼具人 还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多种攻击手段 以及超强的再生能力 只要能输血 不管多重的伤都会原地满血复活 可以说是不死的存在 电质丧失一直后就会进化为完全形态的炼具人 实力更加恐怖 番茄恶魔是头部像番茄 但长了很多眼睛的奇特恶魔 其实力非常弱被电质秒杀 僵尸恶魔是与黑帮老大地结契约的恶魔 地结契约后可以将人类变为僵尸 变为僵尸的人类将会对其言听计从 相应的代价是契约者也会变为僵尸 肌肉恶魔是三只眼的麻花肌肉怪 十分善于伪装 假装柔弱想要骗取电质的同情 能力是操纵肌肉控制对手 海参恶魔是长满手指的直立海参 外形非常怪异的菜鸟恶魔 被帕瓦轻松击杀 蝙蝠恶魔是像蝙蝠一样的动物恶魔 其性格狡猾奸诈 将帕瓦的猫作为人质威胁帕瓦 要求帕瓦带来人类供其吸血疗伤 不仅能自由地在空中飞行 还拥有能轻易摧毁建筑物的超声波 实力一般 水智恶魔是蝙蝠恶魔的伴侣 拥有吸血的能力 为蝙蝠恶魔复仇 而被早川丘的狐狸恶魔吞噬 狐狸恶魔是对人类相对比较友好 并与多人包括早川丘缔结契约的恶魔 与狐狸恶魔签订契约的人 能够使用手势召唤出他的部分身体战斗 而代价是被吃掉身上的某些组织 比如头发或皮肤等 狐狸恶魔性格开朗活泼 从语气上来看应该是女性 而且比较喜欢帅哥 她的实力不俗 主要依靠狐爪攻击 而头部则可以直接吞噬比较弱的对手 鱼恶魔是长着蚂蚱腿的异形鱼 实力很弱 被早川丘和前辈姬野击杀 幽灵恶魔是身上长出无数只手和花朵的人脸恶魔 姬野以幼眼作为代价 与其缔结契约 获得了拥有一只看不见摸不着恶魔手臂的能力 虽然幽灵恶魔外形相当诡异 但却是对人类比较友好的恶魔 永远恶魔是融合了无数张脸和手脚的恶魔 被冠以永远之名 是因为其生命力相当强悍 很难被杀死 其实永远恶魔似乎在地狱里就认识炼具恶魔 所以异常执着于亲手达到他 最终因无法忍受不断被炼具切割的痛处 而主动献出心脏要求电枝了结自己 诅咒恶魔是使用钉子多次刺伤就能够诅咒致死的恶魔 也是早穿秋的契约恶魔之一 拥有超强的攻击力 因此契约的代价很高 一般是减少寿命或是手指失去知觉的 其能力是通过刀或钉子多次刺伤咒杀 刺的次数根据契约者和武器的不同而不同 圣诞老人的钉子要诅咒对方四次才能致死 而早穿秋的剑只需要刺三次就能够诅咒杀死对方 不过在和武士剑战斗后 只剩下两年寿命的早穿秋也无法使用此能力 蛇制恶魔是身体像蛇一样 头部由无数手臂组成的恶魔 拥有吞噬对手的能力 与民间恶魔恋人则都欠签订契约 代价是吃掉其指甲 未来恶魔是肚子中长了一只眼睛的树人恶魔 性格自大言行极为恶劣 只要你能付出代价 就能够轻易地给予帮助 但绝非善累 反而是喜欢引导人类自己走向灭亡 口头禅是未来最棒 能力是能够遇见未来 缔结契约的代价是根据他人的未来而决定 而签订契约的人会获得预知几秒后未来的能力 因为未来恶魔想要近距离欣赏早穿秋最坦的死法 所以早穿秋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就与其缔结了契约 蜘蛛恶魔拥有少女的上半身 而下半身却是多条腿的恶魔 是公安的恶魔猎人 对人类也非常友好 不过却总是因暴躁杀人而被同事警惕 平日里虽然形势暴躁 但总是面无表情 除了必要的事情外 几乎不会讲话 是马奇马的支配对象之一 对马奇马十分忠诚 完全听从他的命令行事 蜘蛛恶魔的能力是拉开脸上的拉链 就可以召唤或传送他人或是物体 主要攻击手段是用蜘蛛腿撕练对手 蜘蛛恶魔是在与黑暗恶魔的战斗中死去 尸体则被马奇马回收再利用 天使恶魔拥有天使般的外貌 打扮十分忠心 但其实是个男孩子 就职于特异四克是电制的同事 大概是因为和人类外貌十分接近 所以对人类比较友好 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得不剥夺人类寿命时 还会道歉说对不起 不过却还是会有人类就应该痛苦死去的恶魔思想 天使的性格非常懒散 讨厌工作不过他确实也是四克的战力担当 天使恶魔的能力是吸取接触到人类的寿命 消耗吸取的寿命就能制造出强力的武器 寿命投入越多武器也就越强 因此被马奇马认为实力仅次于岸边队长 天使恶魔还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 可以将巨大羽翼当成盾牌来使用 在过去天使恶魔曾用能力将出生地的全部村民寿命吸干 但其实是马奇马支配他这么做的 天使恶魔在鸡眼死后成为了找川丘的搭档 起初两人因为工作态度的差异 产生了严重的隔阂 但在丘宁愿缩短自己的寿命也要救他后 天使恶魔与丘的关系也变得像好朋友一样 甚至天使恶魔为了阻止丘即将到来的死亡 还去找马奇马商量 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猪恶魔是长着巨大猪鼻的恶魔 实力较弱被丘和天使消灭 台风恶魔是大脑在外的巨型恶魔 实力不俗破坏力也很强 除了能够进行纯粹的物理攻击外 甚至还能操纵天气 然而他却有个弱点 遇到电制时总是表现得很笨拙 霉菌恶魔是与二克的加藤和田边签订契约的恶魔 其能力是能够使攻击对象体内长出霉菌而亡 媳妇恶魔能够给予契约者一容的能力 葡萄恶魔是被特异克暴力魔人所讨伐的恶魔 实力很弱 人偶恶魔是与圣诞老人缔结契约的恶魔 能够把人类变成可操纵的人偶 还有更夸张的是 普通人只要触碰到人偶就也会变成人偶 会像瘟疫一样传染 并且还能以变为人偶后的他人为代价 与别的恶魔签订契约 获得特殊能力并支配他们 相当于拥有一支人偶恶魔军队 外形像石像鬼的十字恶魔 曾与日下部签订过契约 和他签订契约的人能够得到实化的能力 神秘的三位强大恶魔 利爪恶魔 刀锋恶魔 刚针恶魔 是特异克最强的恶魔猎人 岸边的契约恶魔 岸边因与这些恶魔缔结契约 而失去了身体的各个部位 已经很难再和其他恶魔缔结契约 章鱼恶魔是民间恶魔猎人 吉田红文的契约恶魔 外形是一个巨大的章鱼角 章鱼的身体柔韧性非常好 无论是作为攻击还是防御都很实用 有时还能充当缓充电 另外还能泼墨扰乱敌人的视线 吉田在使用章鱼时 身体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可能是非常友好的恶魔 地狱恶魔是圣诞老人用人偶去签订契约的恶魔 出灯场时是以一只大手的姿态 能够将一定范围内的人从现实世界转移到地狱 而地狱有着许多可怕的恶魔 实力非常强大 后来公安以六个人为代价 将地狱恶魔召唤到人间 其形态是被熊熊烈焰包裹着的半人马 不过却被电子秒杀 暗制恶魔是由骨架组合而成的恶魔 是目前出场的恶魔中实力最强的 在地狱里几乎没有恶魔战胜过他 其能力是可以扭曲对手的肉体 在电子一伙人来到地狱后 非常轻松的就将他们逼入绝境 电子一伙勉强逃回现实之后 还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症状 对众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 强制恶魔是巨型枪火恶魔 也是最强级别的恶魔之一 至今为止造成的死亡人数堪比天灾 其能力是可以无视距离和遮蔽物 瞄准射击特定对象 据说13年前人们为了应对恶魔使用枪防身 但随着枪支争端事件频发 人们对枪支的恐惧与日俱增 枪支恶魔在仅仅7分钟内就造成了120万人死亡 早川丘的家人也是被枪支恶魔所杀 在这之后枪支恶魔便销声匿迹 但这个事件却加深了全世界人对恶魔的恐惧 反而提高了全体恶魔的能力 惩罚恶魔是黑赖优太郎和天童美智子的契约恶魔 目前相貌和能力不明 螳螂恶魔拥有巨大的螳螂臂 契约者和代价目前不明 支配恶魔是拥有支配能力的恶魔 在炼剧人中女主角马奇马就是支配恶魔的人间转世 马奇马是日本公安特异四克的队长 电子的上司 性格温柔稳重 深受不下的信任与爱戴 但其实马奇马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为打目的不择手段 例如为了获取情报 会将黑社会家人的眼珠挖出 送给对方进行威胁 不过马奇马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兴趣爱好 那就是看电影 偶尔还会和同事一起去喝酒 在家里也饲养了好几只大型犬 并给他们取名为提拉米苏和炮芙 虽然他公开表示过喜欢人类 但只是将人类当成宠物对待而已 主角电子就是他的狗狗之一 因为特别崇拜炼具恶魔波奇塔的原因 对与其融合的电子非常不满 总是会用暧昧不明的言行戏弄着电子 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想要将它们分离 支配恶魔的能力是 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自认为低奇等的生物 并且拥有修改记忆和使用它们的能力 还和内阁总理大臣签订契约 使自己受到的一切伤害转移到日本国民身上 属于是不死之生 帕瓦是附身在人类少女尸体上的血之恶魔 是特异四克的成员之一 标准的小恶魔美女 瞳孔印有十字花纹 头顶还有两个脚 吸收过多的血液时脚就会变成四个 因此需要定期抽血来维持理智与外貌 虽然他外表可爱 但性格却很男孩子气 性格鲁莽且爱打架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趾高气扬 但碰上早穿秋就会乖乖认怂 属于是欺善怕恶的类型 另外帕瓦还有很多坏习惯 比如不爱洗澡和不从厕所等 让电子和早穿秋都头疼不已 帕瓦的能力在众多恶魔中属于比较强的 可以自由操纵血液 除了可以使用自己的血化为利刃 攻击敌人外 还可以帮助自己或是他人止血疗伤 不过用血过渡后便会贫血 帕瓦是电子的好搭档 曾经为了救回心爱的猫咪 将电子献给蝙蝠恶魔 却反而被电子救下 为了感谢电子满足了他多年以来的心愿 之后两人和早穿秋一起生活 逐渐成为了挚友 帕瓦是头顶鲨鱼旗 常年只穿小短裤的鲨鱼魔人 是特意四克的成员之一 帕瓦与天使恶魔一样 都是马起马的支配对象 帕瓦性格狂躁 难以交流 却唯独对电子非常崇拜 言听计从 据说 帕瓦曾经与炼剧恶魔有过一面之缘 是炼剧人的狂热粉丝 会称呼电子为炼剧大人 还在之后的战斗中 多次挺身而出保护电子 帕瓦死于暗制恶魔之手后 电子威慈感到十分难过 帕瓦的能力是能够变成鲨鱼战斗 在墙面或地面等任何地方都能像在水中一样游动 巡逻时为了掩人耳目 只会露出头旗在地下潜航 另外他还能短暂的恢复成完整的鲨鱼恶魔形态 力量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加尔加里是经常戴着防毒面具 看上去是一个科学怪人的恶魔 与他的名字相反 暴力恶魔性格随和 对人类也非常友好 深受搭档的信赖 加里是少数保有人类意识的魔人 记得很多人类时期发生的事 虽然他是魔人 但力量却比一般恶魔还要强 所以必须随时佩戴能够释放毒气的面罩 压制力量 加里没有恶魔的特殊能力 主要依靠优秀的身体强度肉薄 在释放出部分力量后 肢体会膨胀变粗 攻击力道也会增大 但是家里的攻击手段过于单一 虽然摘下了面罩 释放出了真正的力量 却还是被暗制恶魔轻松击杀 平翠是民间恶魔猎人光希的 四个魔人伴侣之一 拥有可爱蛇形马尾变 性格天真 健谈 喜欢黏着光希 平翠是四人之中最聪明且最理智的 平时会像大姐一样管束另外三个魔人 平翠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很弱 但她的长处是侦察敌情 能够通过操纵麻尾变探测出对方的契约恶魔 平翠在与岸边的对战中很快败北成为人质 之后由于被圣诞老人打入了地狱 而被实力强大的暗制恶魔杀害 还被圣诞老人做成了人偶 龙是光希的四个魔人伴侣之一 头上长着两根脚 不知什么原因总是会戴着手铐 在战斗时龙会自己取下手铐 龙性格温顺内向不爱说话 对光希非常忠诚 但脑子不太好用 会做出一些吃回转寿司盘子的奇怪行为 最喜欢的东西是血 龙的能力是吐出火焰攻击对手 实力是四人中较高的 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脱离了电子的束缚 他的结局和翠平一样被打入地狱后 死于暗制恶魔之手又被圣诞老人做成了人偶 科斯默是光希的四个魔人伴侣之一 大脑和右眼都突出在外 非常惊悚 科斯默性格活泼表情丰富 但他却只会说万圣节 无法与人正常沟通 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却可以正常说话 科斯默的能力非常恐怖 能够向他人的大脑灌输关于全宇宙的庞大信息 导致对方精神崩溃到死都只能想到万圣节 相当于是精神攻击 感觉有点像五条物的无量空处 科斯默击退了强敌圣诞老人 不过却败倒在马奇马手下 冯县魔人也是光希的四个魔人伴侣之一 正是名字不明 也不知道拥有怎样的能力 最后和光希一起被马奇马杀害 光希是来自中国的民间恶魔猎人 一头银色短发右眼处带有眼罩 曾在公安任职 还被岸边真情表白过 可他却只喜欢女孩子 还有四个可爱的魔人老婆 并且非常疼爱他们 为了能够让他们享受人权和义务教育 接受了刺杀电质的任务 光希的实力非常强大 看上去身材迁细 却拥有异于成人的身体能力 肉搏实力被岸边誉为人类最强 与电质相同 光希也有这能变身成弓箭恶魔的能力 变身方式是拿出右眼的箭矢 靠着双臂上的弓箭发射 以速度极快的大量箭矢来压制敌人 在与电质异形的战斗中 光希始终占据上风 不过被打入地狱后 不敌实力强大的暗制恶魔败北 回到现世后 又作为弓箭恶魔复活 为了打倒圣诞老人 暂时和电质结盟 击败圣诞老人后 却被赶来的马奇马所杀 之后还被马奇马改造为武器人 武士剑是压榨电质的黑道头目的孙子 性格嚣张跋扈自以为是 因为痛恨杀死主妇的电质 与民间恶魔猎人泽杜茜 联手策划了袭击特异克的事件 武士剑的变身方式是卸掉左手 变身后会从手和头上长出刀 闭杀技是以肉眼无法看见的速度进行居合斩 武士剑也具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几乎也是不死之生 在与电质的战斗中 武士剑以压倒性的速度和力量战胜了电质 不过之后再次对战时 却输给了已经能熟练使用能力的电质 最终被警察逮捕成为了马骑马的武器支配人之一 雷赛是个执法闭眼的美少女 是通过人体实验制造出来的恶魔人 可以将自己身体任意一个部分变为炸弹 只要拉下项圈上的插销就能变身 雷赛的实力非常强大 能够从指尖射出隐性造成物体爆炸 还能以脚部爆炸充当推进器在空中飞行 并且也拥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 目前作为咖啡店员潜伏在电质身边 想要夺取电质的心脏 电质完全不敌雷赛的魅力 多次与他单独约会 可雷赛邀请电质与他私奔时却遭到了拒绝 随后雷赛在表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后追杀电质 但被电质制服 不过电质却没有将他交给公安 而是反过来提出了私奔的请求 而这次却又是雷赛拒绝了电质 不过在离开时雷赛表示自己会在咖啡店等他 在前往咖啡店的路上遇到了马骑马惨遭杀害 之后也被马骑马变为了武器人 还有疑似被炼具人吞噬过的武器人恶魔 剑制恶魔 割制恶魔 编制恶魔等 他们都曾经在围剿炼具人的战斗中拜北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失去了名字 而肉体却并没有消失 好了 那么你们喜欢炼具人的哪个恶魔呢 之后小雨还会制作更多炼具人的详细解析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和订阅哦 还有请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